到底有權利說 孫蘭不愛帶回阿公阿嬤看 因為他是未成年 未成年所以當然法定計程 法定代理人就是父母親 但是如果你遇到老公 又比較順從太太 帶回去 你想嗎 帶兒子回去 帶兩個小孩子回去看阿公阿嬤 回來吵架吵一個禮拜 有些男人的確是覺得算了 真的會算 所以就不帶回去了 就不帶回去 那阿公阿嬤就沒有 沒有權利可以去看 我們的探視權只限於 子系父母對子女 沒有阿公阿嬤對孫子探視權 沒有這個規定好不好 沒有 阿公阿嬤如果痛孫得很難 那沒辦法 很痛苦 那真的沒辦法 法律上沒有這個權利 好不好 請教一下文婉就說 因為這是大嫂講的三部 那大哥在哪裡 因為這個PO文的是 就是這個弟弟 他說其實他對這個大嫂 他沒有意見 可是他問題 他覺得說大嫂這樣講 你大哥為什麼都不講話呢 然後而且你做出來的事情 好像也不像個兒子 該做的一些事情跟態度 比方他就這樣講 他說光是掃墓這件事情 在他們家有一個 很特別的一個地方 就是說掃墓跟分財產 是有關聯的 什麼叫掃墓跟分財產有關聯 他說當初因為他的爸爸 就是說他們爸爸有繼承 那個祖先的那個家業 所以有繼承到一塊地 那一塊一塊後來租人家 一個一年的平均可以收 差不多二十萬左右 然後除了這塊地之外 那時候後來他爸爸連同 姑姑的那塊地也買下來了 所以等於是雙倍 所以他們一年光是收土地的租金 大概有四十萬 好了他說你說掃墓你賣的 你不參與祖先跟你無關 什麼都跟你無關 什麼都賣的 結果後來他沒有收到租金 他有意見了 那個大嫂就說 為什麼我們都沒有分到錢 現在是什麼狀況這樣子 那當然這個父親 他爸爸其實當時就已經有做了一個決定 就是說你既然兒子不像兒子 該盡的責任你不盡責任 那你就沒有資格來分這個錢 所以你不准來拿這個錢 後來沒有想到這個媳婦氣急敗壞 不去 三部嘛 都沒有看到人嘛 這時候出現了 總去夫家說要真個公道 那爸爸當然說沒有 沒有什麼公道 你就是從此我不認這個兒子的 而且你們從來沒有讓我看孫子 等於是就把這邊都 關係都切斷了 所以弟弟覺得很爽快 因為這個就是 就是爸爸做得真的還還蠻公平的 就對 但是但是這個大嫂 有嗆一句話 有丟下一句話 我要告你們輕戰 因為這個是我們該分的 對 他要提出告訴就對了 不拜拜不聚餐 對 然後呢 不團圓 不團圓 對 然後不分 我才 我不掃目 我分不到才我還要告你 對 我這個媳婦 玩得算真有載掉 對 蠻懂法律常識 因為不聚餐 不拜拜不團圓 這都是一些家庭的道德約束 它不是一個法律上的義務 所以財產的部分 其實並不在這裡面 那沒有因為不做這些事情以後 就有喪失繼承權的問題 法律上也沒有這個規定 這個不做這些事 不代表沒有辦法繼承財產 對 他不是喪失繼承權的原因 喪失繼承權必須是 對於長輩有侮辱或虐待 這個沒有 這個看起來都是形式化的東西 所以沒有辦法勾擊起來 那當然 長輩看在眼裡面 可能會在遺產的分配上面 在遺囑上面寫 大哥少分一些 因為大嫂那麼叉叉 所以就少分一些 那有可能在老人家活著的時候 我要先分配 不用寫遺囑 這邊五間房子一人一棟 本來是平均一人一間 大哥不給他了 生前就把他的部分就還給別人 那他就沒有皮條 這不是告不告的問題 老人家不分你就不分你 他遺囑還可以造寫 所以這種告我覺得 除非是那個遺囑是被偽造的 或者是老人家昏迷的 把那個印章拿去偷偷蓋掉過戶 不然這種告都告不成 這只是放話而已 你不覺得大嫂這麼會放話 從頭到頭都在放 不繼續都在講不怎麼樣 不怎麼樣 我講真的最後那個不團圓 這件事情 你不感覺你不是人嗎 對不對 不但我兒子去看你們家人 那你告訴你的兒子長大以後 你的媳婦對你這樣幹 你幹不幹 要公平一點 是 對 完全沒有那種親情的概念在裡面 自私自利到 所以他到底有權利說孫兒 不要帶回阿公阿嬤看 因為他是未成年 未成年 所以當然法定寄生 法定代理人就是父母親 但是如果你遇到老公又比較 比較順從太太 帶回去 你想嗎 帶兒子回去 帶兩個小孩子回去 看阿公阿嬤 回來吵架 吵一個禮拜 有些男人的確是覺得算了 真的會算 所以就不帶 不帶回去 就不帶回去 那阿公阿嬤就沒有 沒有權利可以去看 我們的探視權只限於 子氣父母對子女 沒有阿公阿嬤對孫子探視權 沒有這個規定 阿公阿嬤如果疼孫兒很辛苦 那也沒辦法 很痛苦 那真的沒辦法 法律上沒有這個權利 因為他沒有分到你的財產 他沒有任何的權利去這樣 也沒有這樣的義務在裡面 中間又隔著你的小孩 因為你連你的小孩都 兒子都管不了 還要管孫子回來看你 因為你可以跟你兒子講 帶你兒子帶你孫子 帶孫子回來給我看 你兒子都管不了了 這個東西就發現 其實我說過 原坡坡了半天 如果大嫂的話 真的那麼霸道橫行 能夠暢行無阻 大哥其實就是一個 相對扮演著一個 被他被大嫂予取予求的 所以原坡的人也在罵大哥 他不是在罵大嫂 他在罵大哥 你是在罵三個 你一個太太說到這樣 你把他當作是教條 試著奉行這樣的教條 這個發文的網友 就是這個小叔 小叔 小叔說我爸爸跟我說 你還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姓什麼 我把你養這麼大 你什麼都忘了 一句你想過自己的生活 連家人都不要 只有要分錢的時候 才記得你自己是我兒子 連過年都看不到你 一看到你就是想來分錢 過年說什麼不吃年夜飯 跟你老婆回娘家 也不想回來看看我們 我早當沒有你這個兒子 給我滾出去 然後爸爸又說 不看就不看 到時候你們一毛錢一塊地 都別想分道 這樣大小孩是不是就拿不在賞 這要分兩個層面 因為有些老人家 在教訓孩子的時候 講出那麼偏激的話 事實上沒有法律上的效果 唯一上有效果的是 你在遺囑上面要寫 財產不給某某人 遺囑上要寫 縱然你遺囑不給他 說不給他 法律上還有特留份 他的因績份的二分之一 還是可以拿得到 只有一種情形會發生 就是大哥對爸爸媽媽 有重大的侮辱 那個侮辱是 你講得很難聽 三字經驗幹什麼 或者是有打他 虐待他 然後他表示 當場表示 甚至寫在書面上面 你不能再寄生活的財產 根據這個權力 經過法院認定以後 他是喪失寄生 他是變零 只有這個情形會發生 所以我們常常發現說 很多的不孝子 我講我們 我們有習慣 我們規定稱出不孝子 是不聞不問 很多人把不聞不問 兩個字當作不孝 這種不孝就是 非常 你都不來看我這件事情 當作是 以後不能寄成財產 不是 我們法律上面 不能寄成財產 是要積極的虐待父母親 才能構成 不能寄成財產 那個不聞不問 就是消極的不作為 沒有辦法認定說 他只是 的確說 你們說的不孝 不關心 但是沒有辦法構成 財產不能寄成 您 您新婦 不要今天去幫你告 您會把您兒子 叫回來 拔嗎 不會 我一定跟他鬥發 我還跟他 媳婦敢告我 代表他根本不把我兒子 當一回事了 我還叫我兒子回來幹嘛 氣死我幹什麼 我乾脆就律師團找好 跟他處理 法對法 對啊 服求對決 對不對 媳婦敢騎到公公的頭上 代表我兒子 懦弱無能 對不對 那我叫我兒子回來幹嘛 那您還會把財產 留給他嗎 還是就直接過到另外一個人 給我女兒嗎 給女兒不給兒子 這女兒算是不是算無路 我其實 我其實也很擔心會變成這樣 你自己 因為其實就像馬律師說的 生活是我跟我老婆生活是一輩子 我今天如果不稍微順著他一點 我一直在維護我的爸爸媽媽 那其實我跟他的相處 到最後還是走向離婚收場 Happy wife Happy life 那你走向離婚收場 那你還是回歸到原生家庭裡面去 所以我覺得 你如果真的很喜歡這個女生 其實說實話 真的是情人眼裡出息思 真的會對他所做的一切 包容性會大於你自己的爸爸媽媽 所以你覺得你這樣的時候 你怎麼知道 你們老婆母在家裡沒在哭 你一定也會知道 但是你唯一能做的就是 子女要做什麼 我真的聽到了 真的 所以自己要很注意 你要所以我說我如果做做生 我自己都用好誓 你現在是說 救醫師的爸爸媽媽看好清楚 真的啊 真的 子女要做什麼 自己要兼職 這是說不要期待太高 像我爸媽現在就已經 像我媽也是有講過這句話 因為有時候在 你跟家人爭執的時候 媽媽有時候會不小心脫口而出 說你這個醫藥也是沒路 媽媽也是會有這種想法 對 也是會這樣說 那我也是跟人家說買啦 買啦 我沒有說你如果不及婚你怎麼知道 老婆給你就都過了 對 但我的 我的 我要強調的是說 其實這件事情 但是我是覺得你現在說得好 如果沒路你就說得好 不要讓他們心理準備 我其實在跟我媽 有時候吵到後面是 也是就是講氣話 我說我就是沒路啦 我如果是帶母 我就是搬出去 就是會跟他講的很展地 搬出去就是沒路了嗎 不能算是搬出去沒路 但是就是會讓他知道 先打一個預防針說 反正我如果結婚了 我是不跟你住在一起 但是我不會離你太遠 我還是會照顧你 可是我一定會搬出去 因為你很清楚知道 爸媽的個性是什麼 你也很清楚知道 老婆的個性是什麼 住在同一個屋簷下 一定是紛爭會帶 那媽媽希望你跟他結婚後 還住在一起就可以了嗎 爸媽都希望這樣 但是我們跟老婆一定不希望這樣 這個是我覺得是好像我遇到的朋友 周邊也都是這樣 沒有 我覺得台北 現在的人都會希望說 你如果結婚就出去 不要再一起 這樣才不會有摩擦 但是我覺得老一輩 還是沒有這個想法 就是我遇到的那些 因為你知道我們做化妝品 有時候遇到都是一些貴婦 婆婆媽媽 他們跟我傳達的理念 都是說你要跟家裡的人住在一起 只有我們才能夠給你們更好的生活 你們要聽我們怎麼講 你們要走 我們走 你媽媽壞掉了 你也不知道 你就是會想說 為什麼老人家還是會有這個想法跟觀念 但是年輕人真的不會這麼做 你看看 問馬律師 你會想跟小孩住一起嗎 不會 不會嘛 你看你會不會 我不會 不會嘛 你會不會 你看看 那你們都算年輕一輩喔 葉醫師會嗎 住附近就好了 對不對 你幹嘛 人家也可以搬出去啊 我不知道 我爸媽可能內心還是希望 但是當我提出這個要求的時候 我爸媽是沒有說不願意 對 但是你從他們的眼神裡面 你還是會感受得到 他們還是希望是住在一起的 他們會覺得我有這麼壞嗎 為什麼媳婦不要跟我住這會 那不是壞的啦 什麼人好什麼人壞 是會有摩擦啦 對 是真的會有摩擦 空間比較有神秘感 比較就是會比較和諧啦 但是從TEC這樣講 我真的懂 為什麼我聽很多大哥哥 大姐姐 常常說一句話 我懂了 大家都愛生男生 但是生女兒是多一個女婿 大家有沒有常聽 就多一個小孩 也帶一個小孩回來 但是生大夫就是失去兒子 就被帶走了 所以你就知道了 就是moral就這樣來的 那個長輩真的很有智慧 我講這個真的是 請教一下 約醫師 有什麼變moral 我剛剛其實在想這個事情 就是說到底我們家裡面的親情 如果輪到最後都是用法律 在做約束 對 還是用利益交換 那這件事情的親情的快樂 到底在哪裡 有道理 非常好 所以我在想說 我們實際上在從小的教育裡面 應該是很多是快樂的氛圍 那我們應該不是說我們對於長子 比如說的期待 變成他的壓力 或者我們對他的這個 應該是鼓勵他當成是傷害 所以很多長子他其實你覺得說 我今天好不容易培養你了 可是像他這樣子的狀況 有可能對他來講 他已經身兼了非常多的壓力 從小到大 所以到這個時候 此時此刻他告訴你 我不想再過這種生活了 所以我要減少接觸 我要過一個人的生活 maybe那不是一個所謂的moral 可以讓解釋的事情 或是他自己本身想要過這生活 因為我們剛去想像出他背後的含義 為什麼他今天在此時此刻說 我要跟家人比較不要那麼close 那個界線要有 那原因有可能是因為他承擔了很多 從小來自於父母親的期望 那這件事情可能被表面上說是moral 可是他事實上是他在這過程中 親情對他講變成承受的是壓力 所以我覺得從小的原生家庭 所以他對原生家庭 他對這個自己的家庭 其實比較沒有相信力 對 所以我們在教育的過程中 應該是要很多的情緒的分享 快樂 而不是在說你要追求卓越 要追求什麼 那這樣的一個做事情的方式 去要求這個小孩子 那長大以後他才會跟你是比較 能夠交心 像朋友一樣 我們知道說要家人也是一樣 要跟朋友一樣要交心 那這個交心的過程中 就不會是使用要求 那你對於Tag的爸爸媽媽 對他的要求 說他如果搬出去 會變什麼 moral 對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情樂的一種 這情樂啊 對啊 是啊 因為你知道其實 從他的觀點看 他有他的道理在 對 那你為什麼說 你用這種侮辱性說 好像他做不到他該做的事情 那他只聽他媽媽的話 是 因為我們知道你 剛剛馬律師也講 你怎麼樣要求 那為什麼Tag的爸爸媽媽 對他情樂有效 有效嗎 是此時此刻吧 不曉得以後怎麼樣 對 現在是 對你情樂你覺得有效嗎 我覺得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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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就會覺得 因為我們今天在休息室的時候 我有跟吳安姐說 因為其實我媽媽生我是難產 對 他生了我三天 然後因為所以我現在 我頭這麼大顆 很辛苦 我頭這麼大顆不是沒問題 你難生嘛 所以頭很大顆 有頭鬧 有頭鬧 但是所以我媽有時候 比如說在真的 爭執比較嚴重的時候 他就會講說 生你如果不好 我真的是撩臉 因為他生我真的是很難生 可是每次我當聽到 這句話的時候 我就會放下我的情緒 我就想好像是 如果當時媽媽撐不過那三天 可能就要嘛我出來 就沒有你了啦 不然就沒媽媽了 對 所以今天兩個人 還能夠在這裡大吵 就是好像這個緣分還是 需要繼續去維持住的 所以你說這個情樂 對我有沒有效 有效 就是當只要他拋出這一句 他就無敵了 說什麼我都好 他就說什麼 我生你如果不好 你如果沒聽我的話 你就... 那我就會選擇說 我就選擇好 那我就聽你的話 因為確實他講出 這一句話的時候 那個是他走過來的人生嘛 我確實要站在他的立場去想 對 如果我真的 今天還跟他這麼大吵 媽媽那個心裡的那個痛苦 真的會比我的情緒的那種 生氣的那種憤怒值應該很大很多 那與其這樣說實話 老人家在活也沒有太久的時間了 媽媽幾歲 媽媽現在七十 七十歲了 你說他快樂也是一天 不快樂也是一天 你現在就是我們盡量讓他在後半輩子都是 就是每天都是快樂的日子好了 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請大家訂閱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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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鈕